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随手的 随手的不被困住 造地破却不被丢弃 但他不知死亡 在羞足的背后 有他运气的祝福 他失了是我力量 虽然一生又痛苦苦情 造成迷惯无私了 我交脱我的忧愁 我交脱我羞辱 完全交脱 你失了充满我 我交脱我的忧愁 我交脱我痛苦 完全交脱 你失了充满我 我交脱 我交脱我的忧愁 我交脱我的忧愁 完全交脱 你失了充满我 我交脱我的疾病 我交脱我痛苦 完全交脱 你失了充满我 Yes Lord Amenn Yes L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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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 随手笛 随手笛不被困住 躁逼迫却不被丢弃 他倒不知死亡 在救主的背后 有他允许的祝福 他失了失望力量 虽然一休有痛苦苦起 早晨必欢呼死了 我交脱我的忧愁 我交脱我的羞辱 完全交脱 一起的充满我 Amen 我交脱我的体力 我交脱我的痛苦 完全交脱 一起的充满我 我交脱我交脱我的忧愁 我交脱我羞辱 完全交脱 舍舍满我 我交脱我的体力 我交脱我痛苦 我交脱我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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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让我们来赞摸神主要祂是充满荣耀的 主要我们交通们一切在祂面前 一切都看回亲神主要祂要充满荣耀的 让我们用祢满有喜乐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 祝我们相信祂在应许的背后 都用以祂美好的祝福 很相信祂祂所指引的道路 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祝我们全身来依靠祢 祝我们相信虽然要哭泣 但是终将要成为喜乐 就要成为那充满欢笑在我们生命当中 Hallelujah 我们在美茶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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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 主祂是充满喜乐 这一切困难都不能被捆绑 主我们相信 主祂是那凡事都可能的神 你那满有能力的恩典 今天早晨再次在我们每一位身上 哈雷路亚 我们再次领受你那满有丰富的恩典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来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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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路亚 今早时我们在这里再次喜乐赞美 在神面前我们感谢抬手赞美这一切 哈雷路亚 赞美我们的神 他是配的一切尊崇 配的一切赞美的神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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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今天早晨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忧愁 重担烦恼 我们就是带到你的面前来交托给你 主我们相信你 你会为我们挪去一切捆绑我们的事物 主啊那属你的喜乐 要常常充满在我们当中 求主今早晨你也敞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赐下何等大的恩典 在我们每一天当中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 来把我们最好的敬拜赞美献给我们的神 Amen 我要留恋也倾听 不错过天地 主你知我心想更清静 我心渴望更新 我就顺负一切 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完全向福利交线 我只求能够更深认识你 主我会再敞开心扉 让恐惧随随风而去 我心恶求这天堂的感动 你是青春的火焰 你是夜晚的凉霜 我灵魂气息 我鼓中生命 你的爱和神情灵 你的爱和神情灵 再无需任何犹豫 这最是甜蜜 主你知我心想更清静 我心渴望更新 我心渴望更新 我求顺负一切 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完全向福利交线 我只求能够更深认识你 主我会再敞开心扉 让恐惧随风而去 我心渴求这天堂的感动 对了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 一生久违着时刻 安静与你同在里 喧嚣沉静 主向我说话 我全心关注这里 我要留恋也倾听 不错过天地 主你只我心想更静静 我心渴望更新 我就顺服一切 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完全交付你交线 我只求能够更生认识 祝我会再散开心扉 让恐惧随风而去 我心渴求这天堂的感动 你是清晨的火焰 你是夜晚的凉霜 我灵魂气息 我苦中是你 你的爱和神情里 再无需任何犹豫 这最是甜蜜 祝你只我心想更清静 我心渴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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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而去 我心恶求这天堂的 我只要活在祢的爱里面 完全降伏祢交线 我只求能够能胜认识祢 主 我会再传开心扉 让恐惧随风而去 我心恶求这天堂的 我只要活在祢的爱里面 完全降伏祢交线 我只求能够能胜认识祢 主 我会再传开心扉 让恐惧随风而去 我心恶求这天堂的感动 哇哦 哇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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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天堂的感动要藏在我们的心中 主天早晨 祂的喜乐要在我们里面 主我要来赞美你 主要来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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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主能成就 耶稣来掌控我生命 我想你敞开我的心 我想你敞开我的心 只有我主能成就 耶稣来掌控我生命 我想你敞开我的心 我想你敞开我的心 只要你敞开我的心 只要你敞开我的心 只要我主能成就 耶稣来掌控我生命 哈利路亚 我要敬拜你赞美你 对了今天早晨我们大大张口 我们大大张口喜乐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对了在敬拜赞美当中 主的能力要降与在我们里面 哈利路亚 在敬拜赞美当中 一直要领导我们 在敬拜赞美当中 主的恢复要领导我们 对神的儿女不要停下我们的口 我们就是这样继续用自己的歌声 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主啊 祢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主啊 更多看见祢的爱 哈利路亚 代 Rise of the Lord 祢要领寧点 主ил quite Lord 皆也不领寧礼 祝我要来 敬拜祢 赞美你 祝我要来 敬拜祢 祝我要敬拜祢 赞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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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的主 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痛苦 在那个困难 在那个破碎的当中 我们很不容易往前踏出那一步 我们很不容易再次向你敞开我们的心 但求主你再次用你的爱来敞开我们的心 主要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惧怕 因为在爱里就没有惧怕 主因为爱既完全就除去了惧怕 主是的 你要常常充满在我们里面 求主你的爱就是这样大大浇灌在我们里面 主啊 主啊 我们在你的爱里 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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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活在你 身体完全就除了惧na 我只求能够更深认识你 主 我未再敞开心培 让恐惧随风而去 我心恳求这天堂的感动 天堂的感动 天堂的感动 祝你来充满 祝你来充满 天堂的感动 只要所靠下老天 祝你充满 对我们继续爱千百赞美 祝你的感动来充满我们 天堂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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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继续爱十六分 天堂的感动 万寻耶和华 祢的居所和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祢的言语 我心肠肉体向祢呼吁 带我进入祢的同在 我心满足只停留现在 带我进入祢的同在 我心的目的永恒对爱 愿祢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感受每颗爱慕你的心 愿祢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 万君万君也和华 祢的居所和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祢的言语 我心肠肉体向祢呼吁 带我进入祢的同在 我心肠肉体向祢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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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肠肉体向祢的荣耀 祢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 愿祢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 祢能敬拜祢 谢谢祢这么爱我们 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祢 早上我们也再次祷告 祢求祢使用我们所奉的金钱 让这些钱可以帮助那些 还没有认识祢的人 祢借着我们 他们可以听见福音 可以认识救主 可以领受救恩像我们一样 祢能再美祢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 对面请 好 弟兄弟们早安 好 感谢主 还有我们网路上的家人 各位早安 好 我们感谢主 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 好 今天早上 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 题目是 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 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 好 我们先来读几处经文 好不好 我读给各位听 各位来听 七八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 那边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每个基督徒应该离开我们信仰的开端 从能得救以后 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这的话原来是说 所以要得着 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 要得着耶稣要我得着的 耶稣要我们得着什么 耶稣要我们得着一个完全的生命 像他完全一样 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乃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乃一样 叫你们因此见长 以致得救 一直到完全的地步 你的后书三章十八节 同样的话不同讲法 你们却要在我主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至到永远 阿们 所以你们看 身上有许多这样子的经文 主期待我们明白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从今得救以后 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 不要只是停在那个地方 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主希望我们成长 所以你说基督徒不要说 我就信耶稣了 我就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主要我们得到不只是这个 主要我们生命继续不断成长成熟 甚至有一天我们的生命 像耶稣基督一样 圣经上有用不同的比喻 来教导这个真理 今天我就要用这个身上的话 来跟我分享 看主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来看 我来读下面的经文 好不好 哥林多前书三章 弟兄们 可以看到吗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就是 虽然我们是得救了 可是我们含属肉体 在基督为婴孩 就是还没有长大 属肉体就是 我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 我现在还是怎么样 信耶稣以前我就是想做什么 做什么 信耶稣以后 试试性啦 可是我还是想做什么 做什么 就是婴儿一样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 还没有长大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们是世人嘛 世人怎么样 我们也怎么样 信耶稣以后 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有的时候我是属保罗的 有的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直视 照主所赐给他们 个人的引导你们 相信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我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都是一样 但个人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这句话很重要 将来就有一天 今天说末日或者那还一日 最后的日子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个人 个人就是每一个人 包括你 包括我 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我们要各自看我们自己的 努力的程度 来得照自己的赏赐 永恒的赏赐 今天赏的赏赐是永恒的赏赐 所以神的人一定会把什么赏赐 都看到今天的赏赐 今天主愿意祝福 没有问题 但是身上所讲的赏赐 都是讲到永恒的 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 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们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的根基 就立好这个房屋的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别人就是你我 弟兄姐妹 不是别人 就是你 就是我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么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 若是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永远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同样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圣殿 其实都是房子 不同的讲话而已 对我们多么宝贵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 这节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 我想跟各位 我把它归纳一下 就是我们得救重生以后 一开始我们会像一个 基督里面的一个婴儿 还是充满了肉体 小孩子就是 他要干嘛就干嘛 没有照他意思 他就哭 对不对 充满了自我 自以为是 充满了圣经所挤的生命 老我 就去不断变形极路 但是神期待建造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长大 不要一直做婴儿 耶稣基督里面的婴儿 不要长大成人成熟 甚至有一天 我们可以 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么多荣耀 而保罗用主建造一个房屋 来比喻建造我们的生命 保罗说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房屋一样 主正来建造 而耶稣基督是我们房屋的根基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上面建造 用不同的材料 来建造这个房子 对不对 弟兄你们材料很重要 你用什么材料建造你的生命 因为你用什么材料 建造你的生命 会决定你的工程有一天 耐能住耐不住火烧 你用材料可以决定 你以后可不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对 我们同来分享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你看旧约 祂就建造一个会幕 祂就吩咐摩西跟以色列百姓 说我有建造一个会幕 在会幕 会幕是相会的地方 神在那个地方要与百姓相会 像我们师哥所说的 与我们相遇 所以神就把那个账幕 会幕的样子告诉个摩西 摩西就造 造了以后 实际上告诉我们说 当摩西造了神的样式 设给他样子 只是造会幕以后 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 神的同在就充满在户幕当中 百姓就来在那边敬拜他 然后呢 当他们来到 他们来到这个 有奶余米之地 应许之地之后 大卫做完了 大卫很爱神 大卫就决定要为神 建造一个圣殿 不再说会幕 圣殿 可是神不允许 因为大卫杀了很多人 流了很多人的血 可是神让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建造圣殿 因为大卫很爱神 所以神就把那个圣殿的样子 就告诉给大卫 让大卫告诉给 他的儿子所罗门 所以大卫就把 那个圣殿的样子 不管外面的形式 用什么材料 里面的器具 都告诉给他的儿子 历代至上28章19节 大卫说 这一切的工作 的样式 都是照耶和华 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的 在这个圣殿里面 神要与人相会 所以地中里面 当圣殿盖完以后 哇 神的荣光就降临 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当中 甚至祭司 没有办法在那边供职 没有办法服侍 因为神的荣光太大了 所罗门 他就在这个圣殿里面 大大的祷告 祝福他的百姓 然后神一告诉我们说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充满在圣殿里面 那个火 讲到神的荣耀 讲到神的同在 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 可是地中里面 神正在做工 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神要建造我们的生命 像祂建造圣殿 会幕一样 神的同在有充满你 充满我 以至于旁边的可以看见 我们是属于神的 可以见证神的荣耀 你看 起书21章第三节 不是这样说吗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丈母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就是你就是我 他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 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亲自与我们 同在做我们的神 所以第二节 我们就明白 旧约里面的 会幕圣殿 讲的就是我们 就是神的教会 那我们看经文 刚刚看了 更丁多前书第三章 你也知道 圣经上所说的房子 主所建造的房子 就是你就是我 就是教会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然后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店 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面吗 神讲得很清楚 不管是那个房屋 不管是那个圣殿 就是讲到我们 神正在建造我们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记得神的同在改变你的生命 一天比一天 更成熟 更长大 更像我们的主 可以为他做见证 这是神在我们 生命里面的工作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而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生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就那个房子的根基一样 我们生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保罗用一种 神建造房屋来比喻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 他告诉我们说 他已经立好一个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 我们生命的根基 三章十一节说 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唯一的根基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分一第二节 论到根基 保罗讲得更细一点 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哥林多前书二章 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原大致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因为我们就是保罗 所有的 保罗讲了很多道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信息 只有耶稣基督 跟他定十字架 就是他所分享给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 他所试的 跟他为我们所做的 他为我们定十字架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所以我们做神的人 我们需要明白 你的生命的根基 你信仰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还有他为我们 他为你定十字架 所以我们真的认识 我们的根基吗 我们真的认识 耶稣基督 到底是谁吗 你知道 有一个机会 那主 就在这个 盖撒利亚 菲利比 就问他的门徒 这些门徒 已经跟他三年了 耶稣又问他说 别人说 我人子是谁 那这个 彼得很快 彼得每次抢先 彼得说 很多人 很多人说 有人们就说 你是施洗约翰 你是这个以利亚 你是耶利米 你是先知里面 异位 你是个先知 这时候彼得就说 朱尼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答案 写案是正确的 耶稣说 答得好 没错 是天父启示给你的 从圣灵来的 所以从这一段 经文听音乐 我们可以明白 耶稣是谁 可以明白 你信仰的根基是什么 我想让各位弟兄弟们知道 我们信了基督 我们跟随他 我们绝对不是 换一个信仰 以前我们信别的 今天我们信耶稣了 就是这样子吧 换一个神来拜一拜 弟兄弟 不要这样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真的认识 我们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谁 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 你用的根基 你才能在什么建造 你的生命啊 好 耶稣说 你们说人子是谁 第一个我们看见 耶稣说他是人子 人的儿子 人的儿子 在新约圣经里面 讲了八十八字 提到人子 但是我觉得 已经经文在旧意里面 很重要 这是丹以书的第七章 十三到十四节 你们所说的 那边说 丹以书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 亘古常在者的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所以这个经文 像我们看见 人子 就是讲到那位 得到国度荣耀权柄的 就是说他就是神 当主说 人子是 你们说人子是谁 他其实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那位 得到权柄荣耀国度的 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太岁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讲到耶稣说的 他就是神 但是另外我们也知道 他说人子 就是人的儿子吧 耶稣说我也是人的儿子 我就是约斯跟玛利亚的儿子 虽然他是从圣灵感应的 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看见 你看约翰福音 约翰说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道就是耶稣 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成为一个人 一个完全的人 住在我们当中 彰显住神的荣耀来 所以第二名人子就讲到 他是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我们的主 真的很棒 我这样说 你看他降生在 马朝当中 他没有选择皇宫 没有选择豪门 他就是 生产这个名不经传的 一个拿撒勒 穷困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他的门徒 拿蛋业 拿蛋业应该是 巴多罗买的 就说 拿撒勒还能处什么好的 他就生产在一个 木匠的家里面 他选择一个木匠 做木匠的儿子 而且耶稣做人的儿子 他非常顺服 他非常顺服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 五十二节 他就同他们下去 耶稣就他的父亲 就地上的父亲母亲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我觉得 主跟我们做个非常好的榜样 我们做儿女的 要顺从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父母 这是应该的 耶稣到了三十岁 他出来传道 他传天国的福音 教导人可以得救 信耶稣 进入天国 他教训人 怎么样活出一个天国的生活来 他医病赶鬼 叫人得释放 他叫人从死人复活 主行了许多的神体歧视 弟兄姐妹 但是他温柔谦卑 主唯一责备 我发现主唯一责备的 就是那些假冒危险的法律赛人 他最喜欢 他就接纳那些 人很讨厌的税吏 人很鄙视的妓女 他做罪人的朋友 这是我们的主 他作为人的儿子 人只在地上 他的行为是怎样 所以大家都喜欢他 彼得也说他是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基督是希腊文 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 弥赛亚其实这个字 原来是讲了受高者 就被高抹的 在那个时代 旧约时代 不管是君王 祭司 大帝师 当他们承受一个圣职的时候 人就用油高抹他 但是当圣经上提到 弥赛亚这位受高者 特别是讲到 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 他就是救主 神要来拯救我们的 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六到十九节 那天耶稣来到 一个会堂里面 他打开圣经 以赛亚书 他就说什么 他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神用灵高抹他 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报告 被掳得释放 瞎眼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洗年 耶稣说 神用高高我 就是叫我来传福音的 来传福音的 来拯救世人的 那天尼克底姆来 见耶稣 问他重生的事 耶稣讲了最重要的话 身上最重要的一段话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到十八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得救 耶稣说 我来 是要拯救世人 人子来 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是弥赛 我们的救主 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的根基 好 那另外 彼得也说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永生神的儿子 主很满意 主说好啊 这是从天父来的 永生神的儿子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有一次 耶稣 他医治了一个眼瞎 后来又遇见这个人 他就问这个眼瞎的人 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这个眼睛得看见的人 就说 我信啊 可是谁是神的儿子呢 耶稣就说 跟你讲话就是 主说我就是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你知道那个拿弹业 他的门徒 本来说拿撒里 有什么好东西 对不对 后来他一遇见耶稣 他就说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永生神的儿子 是什么意义 第一个 讲了他跟天父 那个密切的关系 当然 讲了父子 你不能 你不能把天父 跟耶稣的关系 看作地上的父子的关系 地上父母父子 有高地的问题 对不对 可是当他讲到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自然来讲 他跟神 那个密切的关系 关系到一个地步 耶稣说 我与父原为一 他们是 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样的 我是跟父同等的 这些为什么犹太人 要杀耶稣的原因 这个人居然说 他跟神是一样了 怎么可以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说到 耶稣是神永生 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是说到 他跟天父的 密切的关系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同样当我们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是为了彰显出 神的爱 我们刚刚读了经文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神这么爱我们 把他自己最爱的儿子 赐给我们 就显明书神的爱 约翰一书四章 第九第十节 神猜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再次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你怎么知道神爱你 就是他把他 最爱的儿子 为你死 赐给你 就显明神的爱 那耶稣是神的儿子 说到 他是承受万有的 他承受万有 《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 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 创造诸世界 在起初创造里面 耶稣与神 同工创造这个世界 而且神说 有一天 神的儿子 要承受这个世界 万有都是他的 但是弟兄里面 重要的是什么 保罗告诉我们 三章二十一节 克林多前书说 无论谁 都不可男人夸口 因为万有 全是你们的 耶稣承受万有 耶稣是为你 为我承受万有 因为有一天万有 你要承受万有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有这种眼光 要看得永远的 当你知道 你要承受万有的时候 在地上那些小事 你又不会太在意 你不会跟别人争的 对不对 万有 什么东西 可以跟万有相比 你在主里面 可以承受万有 地上 就轻开一切 不是吗 所以难怪保罗说 我看万有都是粪土 因为在永和里面 我可以承受 神所要我承受的万有 好不好 那耶稣是神的儿子 讲到 他做榜样 他做榜样 罗马书第八章29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模样就是像耶稣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这是一种讲法 就是耶稣他来 他做那个 他做那个带领 因为他完全 所以他带领我们 直接被改变 像耶稣的人 可以带领我们怎么样 带领我们进入 那个永恒的荣耀里面 找到永恒的赏赐 可以承受万有 西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事合一的 是什么意思 耶稣他跟我们做个榜样 他得胜 他完全 所以他有权命 带你我进入那个完全里面 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主帮助我们一天一天 明白耶稣是什么 因为他是你生命的根基 好不好 你一旦明白 你就可以在上面建造 在那上面建造 你一定要明白 那根基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 耶稣基督 必然要定十架 耶稣定十架 是我们的根基 这个很重要 你再想想看 好 定十架 其实是我们信仰的 核心信息 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你看 如果耶稣是人子 耶稣是承受万有的 耶稣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耶稣是弥赛亚 但是他没有造神的命令 造神的指引到地上 为你我定十架 结果是什么 因为我都不会得救 我根本不可能城投万有 我们的结局已经定了 就是灭亡 就是沉沦 是不是 所以定十架 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十篇十一篇第三节说 根基若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在马大福音第七章 那边主讲了一个比方 一个人不听神的话 不照神的话去做 就好像把一个房子 盖在沙土上 盖在沙土上表示什么 就是没有根基 风一来 雨一来 那房子就垮了 但是我们希望明白 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现在说就是 耶稣基督他所试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架 他为我们所做的 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好 我们明白了 这是我生命的根基 对不对 保罗说我立好了根基 就耶稣基督 比他定的十架 然后呢 然后 主给我们一个权柄 让我们在上面 建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用什么材料 建造我们的生命 第一个跟永恒有关系 主立了根基 没有别人可以立了根基 但是建造 用什么材料 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姐妹岳如 因为她从事工作 跟建筑有相关 所以我想她认识很多建筑师 我听她讲 你知道建筑师 建筑师其实就是艺术家 他们觉得 他们设计的房子是最好的 你不要想改 你不要出什么意见 就包括那些出钱 因为通常有业者 对不对 业者出钱 请建筑师来设计 业者出钱老板 老板都不能讲话的 建筑师说 这是我的事 就是这样子 听我说 你知道神多么爱我们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建造你的房子 这神允许 你跟祂一起来建造 神让你来 选择什么样的材料 在你的生命里面 盖你生命的房子 主允许你用什么材料 来建造你的生命 保罗告诉我们两种材料 一种是金银保湿 一种是草木和街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 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 显然他意思说 金银保湿的材料 盖了房子才活来 才烧不坏 那问题是 那金银保湿的材料 到底是指什么 金银保湿的材料 第一个 讲到我们追求主 主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生命 像主所示的一样 那就是建筑的材料 那就是金银保湿的材料 它绝对不是指地上的金银 金子你知道吗 你看彼得前出 第一章第七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 就比那被火实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金子火一烧就坏了 事实上金子 黄金 在摄氏 1064.3度的时候 金子就化了 银子也是一样 银子那个熔点更低 961.78度摄氏 银子就化了 宝石也是一样 我们觉得金光钻 钻石很厉害 很硬 钻石熔点更低 700度摄氏的时候 钻石就化了 没用了 不值钱了 经理事实 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什么 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但主的日子将要像贼一样来到 那日天壁大有响声废去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前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不但是金银宝石会被火融化 那一天那日那一日 耶稣基督再来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地上不管你多硬 所有有行职的物质都要被烈火融化 是什么 有哪些是可以长存的 有哪些是不朽坏 不能融化 不能消化的 什么东西是可以长存的 神一告诉我们说 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长存的 诗篇102篇26节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我们神会永远长存 基本来说一章11节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诗篇136篇第二节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为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149篇的142节 你的公义永远长存 为什么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 可以永远长存 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的 祂是不能朽坏的 未消化的 欺负乃书第七章16节 祂成为祭司 祂讲了耶稣说的 耶稣要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无穷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不能毁坏的 神做祭司 祂的生命是不能毁坏的 只会存到永远的 金银宝石的材料 就是讲到 你我的生命 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那一日当火来烧的时候 你可以长存 当世界一切都消化的时候 因为你里面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 因为你用盖你生命的房子的材料 是金银宝石 是耶稣基督生命 所以你可以长存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圣经有另外一个例子 不同的方式讲的同样的事情 我去给各位听 在彼得前书 刚刚讲的建造房子 是宝宝讲的 我们先看彼得怎么讲盖房子的事 主是怎么盖房子 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七节 那边说主乃活食 我们的主是活食 活食就是living stone 就是一个无穷生命大的一个石头 就是活的 讲到主有无穷的生命 不会朽坏的生命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人把他定时加上 对不对 确实被神作前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就是你 你们包括我 我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食 主是活食 有无穷生命的大能 我们也像活食 在我们里面 你怎么样成为活食呢 因为在你里面 可以有神一样的生命 活的生命 那就是建造的材料 这种简单 你看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级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悦纳的灵迹 因为经上说 看哪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西安 他进到他的人 避不住修贵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我们信的人觉得 哇 这个石头很宝贵啊 因为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经做了 房角的头块石头 头块石头 房角石就是根基 这边所说 这边也是个盖房子 对不对 保罗说盖一个房子 彼得说什么 盖一个灵工 也是个房子 耶稣是活石 我们就是活石 在这个活石上 房角石上盖房子 用这段经文 用不同的方式 讲到神建造我们的生命 同一件事情 灵工嘛 就是房子嘛 就是因为我的生命 而耶稣基督是 这个灵工的房角石 房角石就是根基 就是根基 以赛亚书28章16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主就是房角石 主就是根基 是你生命的房角石 是你生命的根基 你需要投靠它 你就不着急 房角石就是 在那个时代盖房子 通常会放拐角树 有一个基石 基石 其他所有的石头 都要向它看起 按照它的方向来盖 它是定位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石头 其他石头说 对起 跟它一样 是其他那些石头 都要大小形式 都要跟那个房角石一样 你才能往上盖 才能落起来 这个我们明白的 彼得告诉我们说 神正在建造 建造教会 你就是教会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而它成为你生命的房角石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跟它一样 成为像它一样的石头 活石 建造在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的根基上 这很重要 主是你生命的根基 而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 我们就是把我们 被改变的生命 像它一样的生命 建造在它的根基上面 所以相对 我们知道 相对于在 保罗所说的 彼得所说这边所说的 那个活石 建造那个根基上 是 那个活石指的我们 同样 我们就看到 保罗那边所说的 建造在那个根基上面的 金银宝石 也是指的我们说的 都是指的 我们被改变 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建筑的材料 你用什么建造你的生命 就是用你被耶稣基督 改变的生命 来建造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可以 被改变像耶稣 因为这是最重要 其实这是我们信仰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 使自己成为一个活石 建造在基督的防角石上 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 金银宝石的材料 可以建造在 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我们怎么样可以 使我们的生命 更像耶稣基督 这是 其实我们所分享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什么 你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像耶稣 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被改变像耶稣 追求祂 追求主 竭力追求主 你更多得到主 你被圣灵充满 就被改变像祂 是不是 第一代至上28章 第九到第十节 我读给各位听 我儿所罗门 大卫跟他儿子说 你当认识耶稣 你父的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祂 因为祂也检查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寻求祂 祂必使你寻见 你若离弃祂 祂必永远丢弃你 你当谨慎 因耶稣据祂你建造 殿宇作为圣所 你当钢墙巨型 大卫跟他儿子说 所罗门啊 我儿啊 神前学你建造祂圣殿 是不是 建造过程当中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寻求祂 你要谨慎 你要小心 你要寻求神 寻求神 大卫自己没有办法 建造圣殿 让他的儿子建造 提醒他的儿子 你要寻求神 今天大卫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你想建造你属灵的生命吗 你想让你生命 离开那个信仰的开端吗 你想在主里面 长大成熟吗 没有别的路 你需要寻求神 你就要付代价 你就要花时间 因为寻求神 是见到你生命中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常说 我们要追求祂 被生命充满 第二个是是的 身上有很多这种例子 我今天举两个例子好了 第一个 记录在以西节书 旧约以西节书的 三七章里面 讲了一个例子 神让先知以西节 看到在平原里面 都是海骨 都死人骨头 被杀了 打仗大概 好多骨头 骨头已经死很久 肉都烂了 这都是骨头 骨头表示死而又死的生命 没有生命了 可是神跟以西节书说 你向这些骨头说话 说预言 神的话很重要 然后他说 你吩咐那个气息来 吩咐风来 吹向这些骨头 圣经上提到风啊气息 都是讲的圣灵说的 所以那一天 以西节书的先知 就向这骨头发预言 死而又死的 没有生命的骨头 说预言 说许多神的话 然后吩咐那个风来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风就来 神的气息就从四方来 吹向那骨头 那死人骨头就怎么样 就活了 并且站起来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就明白这个生命的改变 那是生命伟大的改变 主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如果任何一个基督 希望我们的生命 可以成长成熟 那我们需要追求主 需要追求主 被生命充满 另外主自己讲的一个比方 耶稣说 你看约翰福音的 第六章五到十一节 很重要的经文 我都给各位听 好不好 进行仔细听 耶稣说我从天上 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我就是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就真正说 这个人怎么说 叫我们吃他的肉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永远的生命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永远的赏赐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耶稣说 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 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猜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样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祖宗 吃过马拉还是死了 这耶稣在加班农 所吩咐的话 所教导的话 就里面 主说 你们要吃我肉喝我的血 这什么意思 血里面有生命 肉也是一样 其实当主说 你们要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 说 你要与我的生命连结 连结 因为其实你知道 旧约说 那肉 祭肉是真的可以吃的 你知不知道 圣经上旧约 当他们现番祭 番祭当然全部烧掉 不管牛羊都烧掉 可是其他祭 有一些肉要留下来 给祭司吃的 那个祭物其实代表 耶稣基督的 对不对 他是被杀了羔羊 你不吃还不行 利维记的第十章十八节 主就责备亚伦的儿子 他的侄子 看啊 这祭生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去 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 在圣所里吃着肉 你应该吃这个肉啊 为什么不吃啊 撒末尔记上第一章第四节 撒末尔的父亲 以利加拿 每逢献集的时候 像牛啊羊啊 就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 跟他儿子吃 要吃那个祭肉 因为那个祭肉 其实代表我们的主说的 来到新运 第一章那边你知道 他有他属灵 以格林多前书 十章你记不记得 保罗告诉我们说 哎呀你以前 你以前没有信主以前 拜偶像 祭偶像 吃祭物 对不对 拜拜的时候 当然以前我们 就自己过都变成新的嘛 我从小 常常讲到我小的时候 我有个奶妈 奶妈带我长大 我都跟她睡了 早上 每天跟她睡 回家跟她睡 那他们家 他们家住植物园那一带 光复节 那时候光复节 就是那区百姓拜拜的时候 哇 杀鸡杀鸡杀鸡 好吃耶 所以我从小就吃 旧有像我长大的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懂嘛 我信耶稣 我当然就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这么严重 耶稣告诉我们 说什么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 既有像之物算的什么吗 没有什么嘛 或说既有像算的什么 也没有什么嘛 主说什么 重要的是什么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见的既是既鬼 不是既神 我不愿意你们吃 你们吃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因为当你吃那个既物的时候 就是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宴席 又吃鬼的宴席 我们今天信主了 我们归属于神了 我们只是主的宴席 对不对 主为我们势力饼和杯 所以我们有饼杯 我们分饼分杯 分饼分杯 讲到主的肉 主的血 主灵力的意思嘛 所以每次我们领受圣餐 因为很重要 你领受那个饼 每次我们表示 你把主吃到 足够了你的肚子里面 是与主相交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主在那边提醒我们说 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 来等候神 记得圣灵让我们与主相交 吃他 喝他 当我们这样子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会做一个 奇妙荣耀工作在你里面 跟你说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融上加融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 我们吃他 喝他 让圣灵做功在我们里面 主不是说吗 你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我就在你里面吗 同样你领受圣灵的祝福 圣灵在你里面 就会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主就会改变你 像他一样 像他一样 你就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 因为在你里面 有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 你看门徒身上的见证 就最明显了 因为门徒信誓旦旦跟耶稣 主说我要定死这样 门徒说我跟你一起死 主说你们不会 你说不会 我会跟你一起死 主说你激较以前 你要三肢不认我 果然激较以前 你的三肢不认识主 对不对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胆子 他们没有那么勇敢 像他们自以为的 可是五须运期的时候 我们看见圣灵浇灌下来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神在他们里面 完全改变他们 那时候公会的人 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可以传这个道 你们不可以传耶稣是主 彼得说什么 彼得跟他的门徒 跟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我们不会顺从你们 我们只顺从神 神让我们传天国的道 传祂的救主 我们就是为知识做见证 你看这些人 本来是胆小鬼 拎着神的圣灵在他们里面 他们成为大能力勇士 他们成为静音保湿的材料 因为我们也需要这样子 你想成为静音保湿的材料吗 你需要更多追究主 更多得着主 让主的生命在意里面改变你 像祂一样 像祂一样 像祂可以长存的主一样 好 第二 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 我刚刚跟各位说 保罗说 就是定十字架 这个有一点难 对我来讲都是难 对不对 耶稣基督所试的 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耶稣基督所做的 祂为我们定十字架 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因为主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们要跟从我吗 你想见到你的房子吗 那你来跟从我 跟从我 就因为我们都知道 十字架是一个肉体的 一个酷刑 残酷的刑罚 主确实呼召我们起来 一起背十字架 不容易啦 感谢主你知道 就是现在 世界各地 仍然有许多基督徒 他们应兴 他们需要 他们是需要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需要牺牲生命 我们何其有幸 我们感谢主 至少目前我们很自由 可以信拜神 对不对 我们跟信耶稣 可是我们需要预备 预备 事实上 定十字架 还不止肉体定十字架而已 他定十字架是讲到 我们的魂的生命 我们的己生命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我们称作老我 我们还没有信主 之前那个老我 偏心及路老我 我们就 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个老我 那我们跟随主以后 我们就要留意 因为主给我们 做过最好的榜样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对不对 但是当他到地上来 为我们要成就救恩的时候 神一告诉我们说 他就完全顺服天父 他没有说 我也是神 三位一体 一样同等同容 我为什么都听你的 没有 主怎么说 你看 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还有三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手 我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做 父所做的 只也照样做 天父做什么 我才做什么 我都顺服 我都顺服 完全顺服 三十节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耶稣当然可以做了 他就是神 但是他说 我怎么听天 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 才我来者的意思 完全顺服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来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我自己做的 我都是顺服 我都是顺服 顺服天父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四节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们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自己说的 都是在我里面的父说的 我就是顺服 第二点 你不要误会 耶稣 祂是个完全的人 对不对 灵魂身体 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主也有魂生命 他也会难过 他也会觉得 我为什么受冤枉 所以那天 当他知道 他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在克西玛丽园 来祷告 你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耶稣对他们说 我心里很忧伤 很忧伤 几乎要死 主要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他觉得 很忧伤 所有世人的罪 我那么冤枉 都要在我身上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往前 伏伏在地 主就祷告 主就跟天父祷告说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我可不可以不上十字架 我可不可以不死 两个人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他就顺服 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伴有神的形象 他就是神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夫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架上 耶稣完全的顺服 他让那个己顺服 他就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当大家愿意顺服的时候 第一个里面看 神就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第十一节 继续说 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顺服 以至于死的时候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民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民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 当主愿意完全顺服的时候 神将他升为至高 他因为顺服 使他成为完全 一个经文很重要 《西方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就是他快要上十架 他就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可不可以叫我不要受这个悲啊 就因他的虔诚蒙的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谁的顺从 他就为我们死在世家上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 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对于你不要误会 这边说 因为主随了顺从 所以就得以完全 不是 主就是完全的 他从来没有犯罪 他就完全的 这边意思告诉我们说 因着顺从 显出他这个完全的神 这个完全的人 主是完全的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你看一下 书先知早就预言了 28章16节 我们刚刚读过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这位根基 讲了耶稣说的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仿角石 信靠的人并不着急 我们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不用着急 为什么 因为主是经过试验的石头 你生命的根基是被试验过的 什么试验 就是 你愿不愿为我上司的架 愿不愿为试验上司的架 对主的生命来说 主说我顺服 我愿意 他没试验过 而且他胜过那个试验 听说里面 所以 因着耶稣所做的 他有全民 带我们进入 永远的荣耀里面 基本来说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包括你 包括我 进入荣耀里面 救他 使救他的元帅 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事合一的 就是主为我们受了苦难 他顺服 以至于死 所以他可以带我们 进入那个完全里面 听众姐妹 如果你也想得到 耶稣基督的生命 使你成为那个建造 防止的 精英保持的材料 没有别的方法 第一个 你需要得到主 更丰富 对不对 然后你需要 背施架来跟随主 叫你的老我 更多死掉 马来福音16章24章25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来说 耶稣对你说 耶稣也对我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到生命 如果你愿意为主 丧掉你的己生命 更多顺服神 照他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像他一样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 可以成为建造你的 生命的材料 精英宝石的材料 神用什么试验我们 格林多厚书 第二章第九节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忠不顺忠 我们怎么样知道 我们顺不顺忠的神 就借着神的话 所以为什么读圣经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读圣经 我们根本不知道主说什么 我们根本不晓 神要我们顺忠什么 你如果不知道主要 我们顺忠什么 你不顺忠 你就没有办法建造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不可能成为 精英宝石的材料 因为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己生命 是不喜欢顺忠神的 神叫我们做这个 我们就很不喜欢 神不叫我们做这个 我们就非常喜欢做 那这是我们的己生命 但是神的生命 建造在我们里面 非常重要一件事 就是你需要顺忠神的话 顺忠神的话 以福所说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保罗说 这样你们不再说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得救了吗 神家里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这边又另外一个根基 使徒和先知 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的和室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所在 再次讲到房子 你我教会也是这样 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所在 对不对 有个根基 但这边告诉我们说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人说 所以说彼得 所以天主教说 所以说彼得就是那个根基 其实不是 这边所说的就是 我们是被建造 因为只有一个根基 就是基督 就是耶稣 那这边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根基是 使徒和先知 所释放的神的话语 就是这本圣经 就是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根基 因为主就是那个话 还是讲了主 对不对 这本圣经没有永生的 耶稣自己说嘛 你们查搞我圣经 你们觉得圣经有永生 可是你们却不肯来到我面前来得永生 因为在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 才是我们的永生 才是我们的根基 这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不好 所以弟兄你们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在地上如果因为顺服神的话 就是把你的房子建造在根基上面 而你因为顺服神的话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的行为 就是精英保释的材料 而这和你的工程有一天 特别存留 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 是和你有没有办法领受 永远的赏赐 是有关系的 当我们顺服神的话 我们所做的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我们的行为很重要 通常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行为 觉得我信耶稣因信称义 我信耶稣得救了 行为不重要 行为很重要 你因信称义以后 那个行为很重要 我读几节经文给各位听 约伯记三四章的第十一节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看到没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我请各位读好了 我趁机喝点水 各位一起来读好吧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一起来 好 所以每个人的行为很重要 你的行为很重要 跟你说后书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获善和恶受报 改天都做了 跟你以后有关系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 让我们那个 那个起生命 可以真的像主所说 被施价 我们所做的 都是按照神的旨意 我在说 我们通常不喜欢 按照神的旨意 因为对我们肉体来讲 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 弟兄姐妹 你知道那天 有一个少年官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 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 主说 好啊 这个 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偷盗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做假见证 要修您父母 这个少年官不错 我都做了 我都做了 主说 那还有一件事 你要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那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个年轻人 说 他才钱很多 就悠悠悠悠悠了 我不要跟随耶稣了 其实他 我们不要这样读圣经 其实重点还不是那个钱 你觉得耶稣 真的很在乎你的钱吗 你的钱还有主的钱多吗 重要是主说你要来跟从我 你要背施架来跟从我 你要舍掉你的生命 那年轻人做不到 不愿意 不愿意 其实有些经文 讲到的行为 跟我们得不到的永生 得到得不到永恒的赏赐 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举两个经文给各位看 好不好 就是你所做的 是不是经营保释的材料 或者你 你我可不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 当火一来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存得住 神也有的话讲得很直接 比方说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恒的账目里去 这什么意思 你看 主告诉我们说 借着不义的钱财 通常我们觉得 钱财是中性的 对不对 也没错 可是实际上有个观点 觉得不义的钱财 为什么 因为钱财很吸引我们的心 钱财就让我们心 就不愿意跟随主了 钱财很好 有钱可以吃鬼退磨 有钱可以买到所有东西 所以主说 财主进天国很难 比较难 所以听我里面 我们要留意 但是确实 你怎么样使用在地上 租给你的钱财 这边告诉我们说 有一天钱财会没有用 不管你在地上有多么有钱 当那天主再来的时候 你的钱财还怎么样 钱不能救你 也不能救我 怎么样可以救你 带到永恒里面 这边说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 永存的账目里 他们就讲到地上 当你用你的钱财 去帮助人 去祝福人 特别是用在福音上面的时候 那些因着你所摆上的钱财 得救的人 那些人当主再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进入永恒里面 那就是主的意思 我们在地上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到说 弟兄姐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基督徒 没有别的事做 就传福音 不是的 是跟你自己 当然你传福音 叫人得救很好 可是跟你自己 跟我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当你把你的时间 把你的金钱 花在福音工作上 主说那群人 可能在地上你都不认识 有一天在天上 那些人会来到你面前 说谢谢你在地上 因着你所摆上 我得救 那些人要接你进入永恒里面 得到永恒的赏赐 那就是主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 马太夫人的25章 里面有一个比方 有一个王 他做王 做宝座上 他下面百姓 他分成两批人 一边在右边 一边在左边 这个王就对右边人说 你们是义人 为什么 因为当我饿的时候 你们给我喝 我饿的时候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吃成肉体 你们给我衣服穿 我生命你们来看我 我被关到监牢里面 你们来探监 那些人说 主没有啊 我没有做的事啊 王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做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然后主对左边人说 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东西吃 我可能 你们也不给我水喝 我生命 你们也不来探我 我被关 你们也不来探访我 你们不看顾我 那些人说 主啊 我们哪有 我们哪有 这样不顾念你啊 耶稣就说 王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 你们没有做在 最小的人身上 我们成为一个 只顾自己的人 我们自强 我们自己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在我们旁边人有需要 主说 这群人 我希望不是我们 你们既不做在 我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 这些人要往 永心里去 永远的心发 而那些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主说什么 这些人要往 永生里去 就我们神的话 就我们神的话 讲得正好清楚 就看我们愿意遵守 当我们愿意遵守的时候 主说 那我们就是 精英保持的材料 我们就建造在根基石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 有一天 怎么样 回来 我们就被带入 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神给我们的应许 当然很多 圣经上很多经文 没有直接讲得 跟永恒有关的 可是第一位 我跟公主说 你所做的 你知道主儿子 你所做的热热的事情 不管那个事情大小 你知道 应该顺服做的 天空姐妹 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你看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 第一节那边说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 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所造 对天上永存的房屋 有没有 我们现在进到房屋 其实是可以存到永远的 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按照我们有没有 造的神的旨意 所行的 或者善 或者恶 来受报 就像刚刚 那个王所说的 若是我们造了神的旨意去做 我们就会 因善 而长次 对不对 若是没有 弟兄姐妹 已经决定了 我们需要留意的 好不好 生命上很多小事情 我举一个很小的事情 跟各位说 好不好 我们都因为学习顺服 两个礼拜以前 我就去 因为我的眼睛的关系 我需要三个月 我需要去国泰医院去回诊 看看我眼睛怎么样 感谢主 这医生说不错不错 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三个月以前 当我去国泰医院的时候 看完以后就回家 因为国泰医院离我们家 不迟很远 我就走路的 人来路很宽 我就走在路上 行人路上 一边走一边祷告 都没有人 没车我就祷告一边走 闭了眼睛祷告 没想到后面就 叮叮叮叮叮 有一个人骑脚车 就骑得很快 一边骑一边骂我 是一个女士 老太太 现在其实你不看路啊 这个叫什么 脚踏车道 你过来歪去这样子 很危险 好大声 我一看 我是个老太太 其实我不应该说老太太 看她可能比我还年轻 你知道还好刚好 我正在祷告 不然我会怎么样 凶什么凶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 你知道我们在 我们在东区 很多行人道 有没有 行人道 是给行人的嘛 或者骑楼啊 好多人骑邮拜 就直接在骑楼里面骑 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吗 他们根本不管 脚踏车 你应该脚踏车道啊 或者马路啊 你怎么骑得骑楼啊 很危险啊 我从来都没有骂过你们 今天你还骂我 我没有回骂两句啊 可是我没有骂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正在建造我的房屋 正在建造 用精英保释的材料 建造我的房屋 是真的 好不好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会每天有什么 那么大的事情发生 都是小事 可是在小事上 我们若愿意顺服 照着主的旨意 主不是叫我们温柔谦卑吗 是不是 那天我就学习温柔谦卑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当然相反的 什么是长木和解 这个比较容易 就是你用木头盖的房子 你用美国的房子 几百万的房子 一烧火 两分钟都烧光了 根本盯不住 对不对 那对我们来说 什么是长木和解 就是 看起来看得很漂亮 又很属灵 可是都不真实的 保罗讲个例子吧 保罗说什么 有些传基督士 出于基督纷争 看起来传福音啊 其实不是啊 比较啊 我小子我比你人多啊 我教育病人多啊 要大啊 传福音传福音 那一等传福音是 出于结党并不诚实 人心很诡诈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一烧就没有了 我想我们都不是这种材料 对不对 最后我想 一点点时间比较长 有个观念 我想跟各位分享 主帮主们真的看重 那个永恒的赏赐 地上很短 有一天都会过去 不过在地上你拥有什么 都会过去 永恒才是重要的 你知道主在我们 主创造我们 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对不对 他期待我们 他造我们 他有个永恒的目的 甚至主我们 有一个永恒的家 永恒的家 在天上的 可是可惜因着罪 我们的肉体 我们就会死掉 对不对 肉体会死 可是我们的灵魂 不会死 不会死 那死了以后 我们的灵魂有一天 会抵达 神为我们预备的 一个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 是由在地上 你相信什么 而决定的 实际上说得很清楚 你相信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得到永生 进入永恒里面 进入天堂 不幸的人 罪已经定了 就会落入 那个永远的沉沦 黑暗里面 与神永远隔离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天 我们会复活 对不对 我们会得到一个 复活的身体 当我们的生命 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我们会得到一个 永不朽坏的身体 像神一样的身体 相反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能会得到 我们也是一个 复活的身体 可是就会落在 永恒的黑暗里面 心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有报 会回报 会回报的 我们会因着 我们在地上的行为 有没有顺服神的话 而得到回报 或者得到赏赐 或者因着我们 没有顺服神的话 得到报应 圣经上所说的 我们会有永生 永远活着 每个人都会永远活着 我们或者是因为 我们的相信 建造我们的生命 在神的根基上 耶稣基督上面 永远活在神的面前 或者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就活在 永远与神的格局里面 就完全看我们 怎么建造我们的生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主正在建造我们的生命 主很奇妙的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神正在建造你的生命 那我们应该 请来跟他合作 你看我最后讲了 一件经文 很有意思 以福所说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设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我们原设他的工作 工作节奏 艺术品 主已经造我们 成为一个艺术品 而且主从来不会出错的 早上我举个例子 好多年前我记得我讲过 我父亲是个画家 对不对 他画得很棒 很多人说他大师 我也真的 我很佩服他 真的不错 但有一次 我刚刚讲的 芮如姐妹就到我们家 他有去工作上 就想看看我爸妈的画 看他 好棒 王伯伯好棒 你看了一张 牧师你去 有看了一张 画是画伦敦 伦敦的雾很有名 下雨雾 牧师你去过伦敦 我说我没有去过伦敦 我从来这辈子没去过伦敦 没去过英国 你看这画伦敦 上面写的名字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艺术家 他不是每一个画作都成功 那幅画我爸爸画了 画了伦敦 可是他觉得这个失败 不好 不好 不成功 那签他的名字 没面子 签王春部吧 可是我们的主 每一个都是杰作 就你是神的杰作 他永远不会错误 对不对 你我是 我们是神的杰作 重要是 他已经预备我们去行山 他给我们机会 叫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的房子 你要用金银宝石 建造你的房子 叫你的生命 还是用草木和解 主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 愿主借着我们 可以成就他的美意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祷告 那我们来唱诗歌 好 主耶稣 祝我们感谢祢 这么爱我们 主 不然地拯救我们 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而且主啊 祢继续不断建造我们的生命 祢期待建造我们 好像我们像祢一样 希望我们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把荣耀都归给你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全心敬拜你 全心敬拜你 愿神的大能 圣灵降临改变我们 向耶稣 来 Amen 我全心敬拜你 我主 我全心敬拜你 耶稣 我愿能看见 圣灵运行 几秒恩赐 你爱降临 我全心敬拜你 我主 我全心敬拜你 耶稣 我愿感受你 荣耀同在 阿无保留你 求主圣灵 大能降临 改变我 我愿全心为你 耶稣 我愿能看见 圣灵运行 几秒恩赐 你爱降临 我全心敬拜你 我主 Amen 我同在 阿无保留你 爱 求主圣灵 大能降临 改变我 我愿全心为祢而活 求主圣灵大能降临 更新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活 求祢充满我 求主圣灵 求主圣灵大能降临 改变我 我愿全心为祢而活 求主圣灵大能降临 更新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活 求祢充满我 Amen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求主其满工作在我们身上 每天改变我们 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 好 利路亚我们今天就会结束 好 祝祝每一位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